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那时候是陈水扁第二次准备要进行连任的时候 当时大家一片看好那时候的联宋佩会当选 所以股票市场一路的狂涨 但是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 我是一个投资社的社长 某国立大学的投资社社长 然后我手上有一笔钱 我想要去进入到股票市场里面去 但是我已经锁定好标的了 我已经看好方向了 但是我一直在等待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点 来去做切入的动作 所以2004年的时候 爆发了一件事情叫做319的枪击案件 当时原本涨好好的股票市场 两天的时间全部 所有的股票通通跌停 吓死了真的好恐怖的一个气氛 但是对我而言 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知道吗 我在当时就赶快把我手上的资金 全部都把它敲进去我当时锁定的标的 而且我非常集中在当时最红的 最火热的面板族群 所以一个月之后总统大选结束了 市场上面虽然一片震荡 可是我赚钱获利出场了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操作的模式 在我还没有进去当一个研究员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当我大学毕业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 当然有很多的券商来邀约 希望我进去他们协助他们的研究部 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 我只是看懂股票 但是我不懂产业 所以在这段时间 在我毕业的这段时间之内 我持续的操作股票 可是我进入到产业当中来去做学习 因为你要懂一家公司 你在操作股票市场的时候 你买的是股票 它叫股权 所以你等于参与了这一家公司的发展 如果说你不了解这家公司的内容 你不了解他所做的东西 未来会不会有发展性 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这叫做射飞标 那叫做乱枪打鸟 你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依然全身而退 大赚而出场 因为我看到的是 一家公司的未来 它所赋予的价值 跟它的价格是不是被低估了 当我的价值跟价格是不合理的状态 自然未来股票市场 还是会把它拉回到原本的价值了 跟它符合价值那个区间 所以你要操作 在股票市场的操作 最重要的你要了解 第一个产业它的未来性在哪边 你的产业如果不懂 你的产业如果不够深入去了解的话 那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每次看到跌你会很害怕 那你每次看到这家公司在涨的时候 你不晓得它在涨什么 所以你抱不住你会受不了 所以产业的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产业的分析不是讲说什么 我今天每天开车 或经过什么台积电的门口 然后我看到台积电灯火通明 然后就觉得说台积电未来会非常的好 这个不是这样看的 产业不是这样做的 我在产业的整个历练当中 包括在科技业 包括在传统产业 我曾经当过科技业的业务 曾经在传统产业里面排过排成 所以我很了解 这些营收的发生 跟它未来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都 在我的脑海里面 它是一个反射的动作 因为对我而言 我们必须要去预估 在你在做生产排成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预估 未来的量会有多少 那你不能够建立太高的库存 而且你的库存 必须要符合未来的需求 所以这就训练我 变成说 当我看到市场上面 有一些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了解 我知道说 这些消息出来 它的真还是假 所以我不会受到市场上面 这些利空或利多的影响 对我而言 股价只是反映 它应该有的价值而已 如果说它的股价 距离它的价值太多 那拍谁我也不会买 但是如果股价低于价值 非常的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会全力的下去 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当你的操作节奏是正确的 你就可以取得 长期而稳健的正报酬 这方面是一般市场上面 所谓的专家都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 所谓的产业的历练 他们一开始 可能生平就只是 坐在这个台上告诉你说 你要买什么股票而已 但是他看不懂 这个数字背后的温度 你知道吗 每一家公司 他所公布出来的营收 他所公布出来的获利 甚至他所发布出来的消息 背后隐藏的什么意义 他们搞不清楚了 他们不了解 所以你参加这一些 所谓市场的专家 我相信你会觉得心惊胆跳 但是我告诉你的是 我要怎么来操作 怎么来布局 我怎么看到产业的未来 包括最近 美国开始空袭伊拉克 扎实了这个高阶的指挥官 这个油价金价开始狂飙 结果股市开始狂跌对不对 甚至有人开始把整个放大解读 到美伊的中东开战 恐引爆核子战争 结果股市开始因为利空的影响 从原本大家很期待的选举行情 变成什么 变成大家都在害怕的行情 三天四天的时间跌掉了将近500点 四天的时间跌掉了将近500点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恐慌真的不常见 去年如果十月份的时候 当这个股市开始跌下来的时候 指数开始重挫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站在买方 你后面是会大赚的 你后面是会赚钱的 在当时我们操作的股票叫什么 叫做半导体的设备族群 对不对 所以我们靠着半导体的设备族群 当时都买在那个起涨的位置 包括帆宣的部分 包括加登 包括红康 包括瑞云 当时的买点都是在起涨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到了一个产业的未来性 当我搭配到了现在市场上面 正在恐慌气氛发生的时候 我做的正确的决策 后面就是有赚钱的机会 指数的涨跌都是一时的 但是重点在于 这一档股票它的价值有没有改变 那市场上面有很多的坏消息 包括韩国媒体说的这件事情 三星开始量产6奈米的产品 试图来追赶台积电 所以当时有人说台积电掉单了 高通的订单移到谁去了 移到三星过去了 那我怎么讲的 我说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 今天如果高通会下单给台积电 不是看待7奈米的制程它领先而已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重点在于说 现在它的7奈米的制程 可以做出来的产品 它的效率是全市场第一 它的良率是全球第一 所以当然它不把单下给台积电 它要下给谁 所以它有一个独创的产品 唯一全世界你只有跟我买 你才买得到的东西 当然台积电的获利 就会水涨而船高嘛 所以他们创造的不是价格的问题 三星想要用价格来抢单 抢不走 抢不到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正在排队 你现在下单给台积电 你半年之后你才能收到产品 因为产能全满 产能已经满载了 所以它不得不去找三星来做下单 不是因为制程领先的关系 所以现在台积电到底有没有问题 它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台积电有没有 消息出来之后 昨天是不是大跌 昨天大跌 今天台积电不就反弹上来了吗 目前盘中就涨了0.75个percent 目前盘中就涨了0.75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 市场的利空是怎么传的 而是在于你看到这个利空 你是怎么来去做解读的 这个都需要很长时间的专业 来去做协助的 你如果没有产业的经验 你看到这个利空绝对吓死了 你的心里绝对是忐忑不安的 甚至会觉得说台湾完蛋了 没有未来了 然后那种恐慌的情绪在你身上蔓延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 包括这个国据也是一样 国据它说它准备要发GDR筹资368亿元 那你看到这则讯息的时候 我说就我的解读 它叫做短空而长多 它是短空但是它是长多 我为什么会说它是短空而长多呢 因为第一点 它今天如果发行GDR 它的股本膨胀了 它的股本膨胀之后 EPS一定会被稀释 当然EPS被稀释了 当然整个市场上的价值 就会降低下来 这没有问题 这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第二个点 你要去思考的是 假期近日要先想三步嘛 第二步呢 我们要去想的是 为什么它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发这个GDR 那它如果发了GDR之后呢 如果它要让它顺利的募集到 它所要的资金的话 它能让股价下跌吗 它能够让股价真的 走一个大空头然后重挫吗 如果它今天真的让 整个国据的股价重挫的时候 它未来要募资 它就募不到368亿了 因为股价跌下来了 它卖的数量是一样的情况下 它募到的钱绝对是少的嘛 一定会少嘛 你400块卖掉 它今天批发价好 我打折给你 我400块打个8折 卖给你 跟我300块打8折 卖给你 它拿到的钱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今天如果要做募资的话 它一定是看到什么 看到它未来有发展性 它一定要知道说 它这家公司未来会往上走 所以它才会在现在去做募资嘛 那它开始做募资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 开始未来哦 当它开始做募资的时候 你会看到好消息开始一一的发布出来的 因为它只有把它的股价垫高上来 好消息连串发出来的时候 它才有办法募到足够的款项嘛 那甚至说它今天要发行的叫做GDR对不对 GDR是全球的性脱贫症 它没有办法去找台湾的券商来去做发行 它一定要找外资来去做嘛 那它找外资 那这些外资如果想要拿到这一笔SPO的话 它敢发布国际的坏消息吗 所以你去思考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利空的讯息 但是就长远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利空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短线上最好的一个时机 所以你看到国际两天的时间虽然重挫 因为我说它是短空 它一定是短空 因为它会折价来做发行 可是相对来说 它已经释放出一个讯息了 整个被动元件的产业开始不一样了 所以你包括看6173的性商店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翻红了 今天就上来了嘛 2492的华星科今天也上来了嘛 为什么 因为国际它是领头羊 所以它已经预告它准备要筹资 那相对来说 其他的 其他整个产业呢 开始往上去发展的时候 当然其他的厂商它也会受贿啊 所以我们在看消息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解读一面 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方向来去看它 但是这些方向 你必须要有专业程度 你必须要有产业过的历练 然后你必须要了解技术分析 跟它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 所以你要找的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今天建立了个 叫做投资的新典范 从产业面 从技术面 从资金的流向面来告诉你说 未来行情该怎么走 你该怎么操作 当你的操作模式是正确的 我相信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绝对可以全身而退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重库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重库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重库 核心抽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洪准 在12点半到1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在整个股票市场的操作 其实它是很多市场的法人的资金在这里面 市场法人资金在这里面的时候 你要搞得清楚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我们今天在台股里面 有一群人他就外资 他是金头发蓝眼睛想要赚你的钱的人 但是有一些人 他是真正在股票市场里面 去守住整个盘式的人 这些人叫做八大行库的资金 对不对 所以每次当八大行库 在逢高做调节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你要注意一下 在12月份 其实八大行库已经开始做调节的动作 代表说他已经预判到行情 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的附近了 但是我说他卖股票是好事 因为他只有卖掉股票之后 手上有钱 有钱才会再进来买股票 当他们开始在做布局的动作 就代表说其实他们已经看到 这个行情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讲的不是绝对低点 而是一个相对低的位置 所以他赶在这个地方 重新再把他的资金拿回去做布局的动作 他这种高买低卖的方式 不但互助的台股 还让他自己赚到了获利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八大行库 是不是最近从1月份开始 当指数在开始跌的时候 他又开始做逢低承接了 他又开始在逢低做承接的动作了 所以投资朋友你们在很害怕的同时 你看到的永远是很多悲观的讯息 美伊的战争 台积电被抢单 甚至国际发行GDR 但是你看到这么多利空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市场上面有钱的人 他在想什么 这些市场上面手握资金的人 他在想什么 绿巨人看好台股 他未来准备要持续的进军台股 未来加码的金额上看200亿的资金 重点是他要买什么 他讲的是他要买5G买AI买大数据 以及成长股跟股息 值益率高达4%以上的 所以你只要锁定这些族群 未来都有人帮你做台教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所以当时我卖掉了这些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我把这些半导体设备族群出清了 那出清完了之后 我开始把资金移到的这个地方来 我说未来的方向在5G 这个5G的产业准备要爆发 你要买股票一定是买未来有成长性的 不是现在喔 你现在看不到东西 你现在绝对看不到这些企业 有什么很大的发展性 都没有 因为从它的营收的角度来看 它现在还没有开始爆发 但是你要在它没有爆发之前 你赶快先切入先去做布局的动作啊 不然你等到整个股市都已经 整个5G产业开始整个爆发出来的时候 你才去用追价的动作 难怪你每次都买在那个相对高档的位置 所以3G转4G创造了苹果 那未来4G要转5G 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公司 那才是我们要去追寻的嘛 所以我说5G绝对是未来市场上的重要主流 那你要买5G你要看得懂产业的变化对不对 那我当时在12月10号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了 现在台积电 世界 联电 这些晶圆代工厂商 都已经预告了第四季淡季不淡了 产能满载啦 产能都已经满了 那既然它产能满了 那它所用的细晶圆的东西 是不是会消耗的比较快 那它如果细晶圆的东西 消耗比较快的时候 它未来你现在看到的是利空 未来是不是变成一个利多 因为有一些库存 它必须要给它消耗的时间 但是它消耗完了 它消耗结束了 未来去年的低基期 就变成今年高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它出现高成长 甚至你看到的是它11月份的营收 衰退了15% 但是股价它并没有向下来去做反应 因为人家要看的是明年 而不是今年 所以市场已经开始预期5G的需求带动底下 明年开始恢复成长的走势 今年的EPS24块钱来计算本益比才15倍 我刚刚讲了 这些绿巨人他想买的股票 是殖利率4%以上的 4%以上的 那你现在15倍的本益比 是不是符合它我刚刚讲的殖利率的要求 那他又是5G相关的族群之一 为什么不能买 我问你为什么不能买 但是你的买点必须要是正确的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不是叫你硬去追 不是叫你去追股票 而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点上面 下去做切入的动作 所以当时在12月9号的时候 在363块钱 我先做了第一趟的布局 对不对 我说这个叫做多头吞噬的走势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长级下降趋势当中 出现一根长红吞噬掉 前一日的长黑 当我的股价开始做反弹 突破的均线的反压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时 你拉回你要敢买 那你为什么敢买 因为我看到的细晶元 准备从谷底开始做反弹 你看到现在很弱 未来会很强 那你现在不买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买 所以你看到整个环球金的部分 12月9号364块钱买进 363块钱成交 到385块钱到394块钱 我都叫你要报对不对 一直到399块钱 涨幅已经来到36块了 从原本的多头吞噬的讯号 开始到现在涨了多少钱了 涨了36块钱了 那你如果没有看到产业的未来 你会抱得住吗 你如果不知道说 原来细晶元准备从谷底反弹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这档股票可以买 所以产业的趋势重不重要 为什么我可以抓到半导体设备出去 为什么我可以知道说 5G未来是市场上的主流 甚至来到1月2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现在全市场都在买它了 大家都在买了 突然成为当红榨纸机 可是你如果没有在底部去买的 你不要用追的 因为当你买在那个高高的位置点上面 向上空间有限 向下风险就来了 所以当时在413块钱创下新高 整体的波段涨幅来到50块钱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们要出了 1月3号6488环球金 406元市价出清 市价出清 投资朋友可以在408.5元成交 我一定让你买得到 我一定让你出得掉 所以这才叫做操作 如果当时你跟着所谓市场上的专家 看涨所有涨的那些专家 你跑去追环球金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6488环球金 从当时1月3号创下新高 413块已经连续跌了4天了 已经连续跌了4天 甚至今天还跌破月均线的支撑 最低点来到367块钱 363块钱买的你没有卖 你现在只算4块 本来赚50块钱的股票 你变得只算4块钱 所以买股票很重要 卖股票更重要 而且选对人 你才能做出对的决策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看坏他 我没有看坏他 只是因为太多人在讲他了 我不开心 我觉得说筹码已经乱了 所以我必须要先走一趟 但是等他拉回到一个合理价位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还是会进场去做布局的动作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所以该怎么买 我建议你跟上脚步来 真的跟上脚步来 那很多的5G的产业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12月25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这些景气循环股因为整个大盘 整个中美贸易大战结束之后 将会从景气循环股开始做启动 其中记忆体被动元件 矽晶元MOSFI都会逐步的去走出景气的谷底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被动元件大涨的 矽晶元大涨的 甚至记忆体最近涨势都很凶 我是不是先提前预告给你 但是其中有一块叫MOSFI的部分 MOSFI的部分他们现在还在底部 但是这些股票你也不能乱选 你也不能乱选 你必须要找到有机会的 你必须要找到未来 它是具备成长性的 比如像说3317的尼克森 当时他发布这则讯息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发布利多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当天走出了一个爆量长黑的走势 但是它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 它这个SIC它叫做碳化系 5G必须要使用到高热 它必须要能够耐高热高温的一个产品 以前的矽晶元它没有办法耐高温耐高热 所以5G的产品必须用碳化系来去做 这个碳化系的产品你如果能够做得出来 当然能够切入这个5G的相关的产品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MOSFI当中 像复顶的部分 它公布12月份的营收 它年增了10%对不对 它12月复顶8261的复顶 它公布营收12月份年增10% 5299的杰利 5299的杰利它公布营收年减6%对不对 那还有6435的大宗 6435大宗它公布12月份年减11% 但是唯一一个大成长的叫做3317的尼克森 它居然年增高达46% 它居然年增高达46% 12月份年增高达46% 现在已经准备要做年报了 已经准备要做年报了 你看3317的尼克森 我们从他的财报的角度来看好了 今年前三季赚了2.81 去年前三季赚2.81对不对 那这个2.81它是在11 从6789开始做计算的嘛 那重点是未来第四季的时候 它还是比去年还要成长的 它都是比去年还要成长的 那整体的营收如果比上一季 还要来增加的时候 那整体的EPS 你把它直接加进去来做计算 那今年有没有机会超过4块钱 如果它今年有机会超过4块钱的话 你以它现在的股价来说 是贵还是便宜啊 你去思考一下啦 那我们在操作上面 你必须要懂产业 你要了解资金的流向 你还要找到未来行情的方向 所以操作不是只有4个号码 2个字这么简单而已 每一次的决策背后 都有很深很深的考虑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单股会员 可以创造一年的绩效 一年半的绩效 可以创造将近96% 因为我懂产业嘛 我知道市场之间的流向嘛 我也知道航行未来的方向啊 所以操作呢 如果没有还找不到方法的 赶快跟上脚步来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 不要再孤军奋战了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现在用小钱赚大钱的方案 任何时间点加入我们年后 开始做会期的起算 时间有关系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变通彩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谈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同志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同志您不再旺谷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